白镜头带到淡水 在12号今天凌晨淡水中正路一段80巷巷口这一边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 一辆轿车强烈撞击了花圃护栏 而造成车头全毁 并且车上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子也不幸身亡 而造势原因确定是因为酒后驾车所造成 监视器画面中左上角突然冲出一辆白色轿车直接撞上花圃 今天凌晨在新北市淡水区的中正路一段87巷口 发生酒后驾驶重大车祸 一辆白色轿车强烈撞击花圃护栏 车头全毁 安全气囊炸开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实际来到现场看到花圃水泥护栏上有许多的痕迹 地上满是玻璃碎片 附近居民表示在车祸时听见巨响 外出查看已经发现车车就停在路口 一整蹦一声 我一看到一个白色的车子撞在那边 像这个角度 然后旁边躺一个人 旁边躺一个人 旁边躺一个人躺的 那大阵年轻人呢 那他们在打电话叫救护车那些啊 在那个新北市淡水区中正路一段87巷口 那这小客车的驾驶方向是往沙轮的方向 那是有一位张姓驾驶 所驾驶的车嘛 那里面乘客有包括副驾驶 或坐乘客总共四男运泥 那发生的原因目前在调查中 马街的部分有一位 副驾驶的女性乘客到院之后 急救无效 警方表示 副驾驶座的女性女子被送往医院时已经无生命迹象 其余四个人包括驾驶在内则是受到轻重伤 而警销初步调查 张姓男子所驾驶的白色轿车当时是要往娱乐码头方向 在转弯的时候却直接冲撞水泥护栏 而警方对张姓驾驶进行血液抽检 酒册值高达0.97毫克已经明显超标 因为安全带的部分目前还在调查 因为我们处理严谨到场之后 以急救伤患为优先 都已经送往医院 然后这个我们笔录或许就会做调查 那驾驶的部分酒册是有酒精反应 已经抽血换算有酒精的反应值 那酒册指金换算大概是0.97毫升 据了解车上有五个人 包括了张姓驾驶还有后座的三名朋友 以及副驾驶座的女性女子 而死亡的女性女子因为头部受到严重撞击 当场就没了呼吸轻跳 而她也是驾驶张姓男子的女朋友 年仅21岁就因为男朋友酒驾 害得自己失去了一条宝贵性命 而警方将会进一步的调查事故原因 以厘清责任 记得是段易弹水采访报道